这不是我们厦门大学的一个行为 原来我们委托的这家公司 公司说他们有接到一些老师的反馈 说可能听到的数据不是太远 那经过我们学校的同意 一种更新的时候 它就增加了这个功能 我们一接到学生的反馈 我们就立马跟公司确认这个情况 当天在5月6号 晚上就已经关闭了 给我们写了一个情况说明 也是很认真的在道歉 我们也会跟学生发个通知 晚上已经有一些教务处的回应 那个可以做一些参考 点时新闻的这个确实是 教务处的同事回复了 这个我们这个求证过 这个我们求证过